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這麼快就來到10月了 今年真的過得超快 我覺得好像隔不久 我就要拍這個每月最愛 首先這個月我想說我的最愛 就是我身上的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之前在一條影片出現過 就是我男朋友幫我開箱的一條影片 大家都說了那一條影片 非常搞笑 亦非常滅火 無論這件衣服是多漂亮 經過我男朋友的口袋 一說完之後 大家都不想買 它是一條連身褲 大家看到V靈基本上是到胸口這個位置 然後露了一個鎖骨出來 大家看影片應該很容易看得出 我最近越來越肥 特別經過這個生日的月份 我的生日版一直吃下去 過去那兩個星期 我是沒有一秒有餓過的感覺 我晚一點補回一張照片 就是我穿這件衣服的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下去 就算現在這個鏡頭 我也覺得很美觀 因為我自己 不要問你們我是否胖了 我自己看鏡頭也不覺得 現在整個人都很尖 所以如果大家也覺得自己穿肥了一點 想顯瘦 跟我買這件衣服就沒事了 然後大家在我的IG 應該都被我的故事燒到 扮板聲的 就是這三支的L'Oreal唇膏 唇膏 IG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其實它真的質感做得很好 它是有磨砂的質感 所以它不會有一種低俗膠的感覺 它有一種很經典的味道 真的很香 說完這麼多外在的因素 我們就說一下唇膏本人 總共出了六個顏色 我買了三個顏色 312、313和314 首先說了最大熱的應該是314 乾燥玫瑰色 大家都不會陌生的了 然後到312號色 我覺得它偏向一個南瓜橙色 這種比較像楓葉或爛南瓜色 簡直是秋冬每一年都可以再出回來的顏色 然後312號色 就是我現在嘴上的顏色 我很喜歡它的氣質 塗出來的時候 未必是每個人最喜歡的顏色 因為它比較深、沉、顯老氣 但當你塗到嘴上 如果你配上妝 它是很顯白 而且氣質變得很復古的感覺 塗上嘴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點絲勇 如果你說保濕來說 它不是一個保濕型的唇膏 但以這個霧面的感覺 它完全不會張住嘴 不會令到你的唇唇越來越乾 但有一點要注意 它是會起走你的死皮 即是如果你本身有一點乾 有一點死皮 它會不斷掀起它 所以如果你買它或塗它之前 事前功夫要做得非常好 晚上要敷一下唇膜 令到嘴唇已經到完美無瑕的位置 塗它就會非常漂亮 然後想跟大家說說Canmake這個品牌 本身我對於它們的產品 都是持一個中等的評價 但它的妝效是好是壞 有些產品是不錯 但有些產品就覺得普普通通 跟大家說了這個 它是一個陰影粉 這個陰影粉的色號就是04號色 最近它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收容產品 它的顏色你會看到是比較灰的 塗在手上其實你會覺得它陰影做得很好 而且都比較自然的 那今天的鼻影也是用它來打 你可以看到真的非常自然得來 又很有效果 重點就是它這個掃 很多時候我都很不喜歡一些原裝跟著的掃 但是這次陰影粉的掃 它的掃頭的闊度和鼻的位置做得非常適合 非常好 所以它用來打鼻影真的完美 但如果你說用來打這些筛骨位 它真的會不夠大 就會變成這裡有一條陰影痕 另外其實我發現了它有其他的收容產品 有一種是收容膏 不論它的質地 它的顏色 它的感覺 摸上它的質感 都有點像 Chopper 套出來的那些 好 那我滅完火之後 就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款 是它們很出名的 這個花花燕絲 今次的色號是新出的11號色 我看官網介紹就說這個是溫柔的奶茶豆沙色 淺色的部分其實就比較不明顯 反而這個啡色和珊瑚色就會比較突出 而且這個也是很正宗的奶茶顏色 我現在的胭脂也是用它來化的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白皮膚的人 用它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如果像我這樣健康膚色 就不會說出得很厲害 但是呢 也是很適合一個秋冬去用的 但是呢 它這個掃實在是差到一個點 就是完全用不到 如果用這個掃去拌勻 去塗在臉上 是一塊塊的 好 然後第三樣去買的東西 就是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 就是咖啡色Mascara 這一支Mascara 它就做了雙頭的設計 一邊是啡色一邊是黑色的 在刷頭也看到了 很多纖維在這裡 所以黑色這一邊呢 就是負責纖長的 而啡色的這一邊呢 我自己形容它 基本上是用來賞色的 它塗出來的效果是比較自然的 它也會有些捲竅的效果 然後不會說太過濃密 所以有時候比較溫柔的眼妝 我都覺得是可以試一下的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買一下 但是就不會說一定要入手那一種 剛剛那支呢 我是沖著咖啡色而買的 如果你有Mascara的話 今個月有一支真的 完全是插入了心裡 就會是這支日本版的Maybelline Mascara 雖然我幫它改了名字叫小半筆 真的不像一支筆 但是它的真名叫Hyper Cropelafix 肥肥粗粗的刷 是有一點微彎度的 有些Mascara 你剛剛新開的時候 會覺得它一匹匹很濕很黏 塗上眼睫毛的時候很重 然後很難塗得漂亮 要等三個禮拜左右 它才會做到一個應有的水平 但是這一支絕對不會 它一拔出來的第一下已經是很乾爽的了 它不會乾爽到乾真真 好像用了半年那種 不是的 它真的本身帶乾爽的 塗上它的睫毛那裡 很輕身 而且很捲竅 而且很容易塗到太陽花的效果 我今天就是用了這支Mascara去塗的 你看到它真的超漂亮的 那個捲竅度 是我自己很追求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塗這些下眼睫毛 它也不會說遮蓋到眼睫毛 然後就會在GET READY WITH ME 那裡看到一條影片 就是有這支旅行妝的眼影掃 手掌的長度 這裡有1,2,3,4,5,6,7 加上完全是很輕飄飄 它一點也不會說有重量或佔空間 因為超扁 我在淘寶買大約48元左右 有一支比較大的可以做到整個眼窩的打底 然後這一支是可以用來做避影掃 然後就會有這些中型的眼影掃 可以用來畫雙眼皮 然後比較扁的可以用來推開眼線 甚至有些小一點的Pencil Brush 這個是可以用來畫下眼頭或下眼線的位置 最後就有兩支掃 一支是可以做到眉掃的 或者用來畫眼線也可以 還有這一支可以做到唇掃的 無論你是用來帶出街化妝或帶去旅行 我都覺得是超級推介 它的顏色又漂亮 然後它的包包是做了一個網袋 然後我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去挑剔 它的毛質是有彈性得來很順滑 一點也不會刺 就算這樣插在眼上也完全不刺眼 那我這次的9月最愛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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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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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